195. 《文匯報》 華客區消費租泰道遊棄景點巴士旁 制留4小時不獲訪卡瑞酒店大堂 2015年7月26日中國新聞A11 香港《文匯報》信據經楚網報導 湖北武漢的劉小姐日前參加某泰國遊旅行團 因拒絕當地導遊推薦的強制消費 他和團友警備泰道遊丟在景點不管不問至少4小時 此後還拒絕給不消費的遊客發訪卡 以致有遊客一度睡在酒店大堂的梳化上 目前 旅行社已換到遊遊客已接受當地警方的調解結果 劉小姐是廣州某面膜廠家的武漢經銷商 7月19日 他參加了遊廠家組織的泰國旅行團 700多名遊客都是全國各地的經銷商 湖北的有60餘人 出發前 廠家明確表示 沒有強制消費 22日從曼谷去巴提瓦的途中 泰國當地旅行社一個英文名叫Sky的南渡遊 開始在旅遊巴士上向遊客推薦自快項目 包括一些按摩和飲食項目等 要求每人必須消費1680元到1980元 當時車上部分遊客不願交錢 我和另外一個女孩也提出了質疑 劉小姐說 導遊Sky當場發飆 語氣強硬要求她兩下車 還清拒絕提供任何服務 導遊發難後玩失蹤劉小姐拍下的視頻顯示 Sky那斯因正遠G 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公事給我壓力 我不知道你們交多少錢來的 但肯定是不夠的 不然 我也不會跟大家說這個自費的事情 聽到劉小姐等人表示意以後 Sky生氣地說 你沒必要這樣站起來挑選給我兼 C 現在開始 你們倆就是吸錢 我都不要了 你們提同重規語 車走人 不帶你們玩了 劉小姐等人居你力爭不下車 結果大巴車來到一處景點時 導遊離開 把劉小姐等幾十名遊客留在車旁不顧 從當日下午4點一直僵遲到了晚上8點半 才偷活酒店吃飯 但你入住手續時 導遊有要求不參加自費項目的遊客每人交500元 否則就不給訪他 雙方僵遲到晚上更十二時 導遊才給大家發了訪他 這期間 許多人有慮又困 不得不在酒店大堂的梳化上湊合休息一下 攝氏公司將規導遊到卻這是一個誤會 目前團隊正在走正常行程 晚上會給遊客升級一個餐廳用餐 該旅行團領隊公曉輝說 這個旅行團由廣州一廠家組織 費用由廠商補貼 但事在操作過程中 溝通存在誤會 遊客投訴後 雙方達成協商 後來也沒有強制向遊客收取自費項目的費用 公曉輝指 事發當晚 泰國當地旅行社已撤換當事導遊 旅行團回到曼谷後 當地旅遊公司還將帶導遊上車道歉 前日下午四時許 在泰國當地的警察局 大部分人簽證接受警方調解 針對此事 組織旅遊的廣州廠家稱 公司對泰國遊活動中發生的摩擦事件 向廣大遊客表示誠懇的協議 該公司對一些細節也進行了說明 22日下午 因泰國當地導遊向客人推薦自費活動時 延持舉止不擋 引起客人不滿 以至部分遊客滯留 事發後 公司隨團工作人員第一時間與合約公司 及泰國本地地籍旅遊公司負責人交四 公司當晚便召開了緊急會議 作出了對泰國遊客人自費消費補償方案的決定 並於23日凌晨通告到每一位客人